話說我們這個頻道說明窮人 但開了這麼久都沒說過比較便宜的二手硬件 那招一就不如撞人 用這段影片來開債 講下一張我認為性價比極高的二手顯示卡 我是窮人電腦Pull Guys Tech的Dom仔 喜歡這段影片就記得訂閱和CLS comment,like,share 按鈴鐺 有時間就順手follow我的IG 都是叫Pull Guys Tech的 不說那麼多,立刻去片 這樣想啦,假設你是個沒什麼錢的學生哥 最近看到你的朋友在很開心地打電腦遊戲 例如按新出的Fellerant 或者陳年老Game L.O.L 你又想玩一份 問題是 你家的電腦不夠勁 話說可能有幾代錢的i5 但你張顯示卡可能是連機都不太能打到的GT系列 甚至連顯示卡都沒有正在用內顯 其實升級一下你的電腦打機 第一樣 你又決定搞搞你張顯示卡 問題就是你只有五個水 買不起全新的顯示卡 那五個水又買得起什麼呢 就是今天的主角 一張二手的RX570 RX570可以說是2020年性價比最高的一張二手顯示卡 他雖然也推出了三年很多 不過他的性能 還喜歡應付到現今的大部分遊戲 我手上這一張是南保石的RX570Pulse 4G 一張雙方式設計的卡 我承認雖然四方方 不過灰同黑的配色 加上旁邊以金屬特字寫著Saphire的大名 立刻型格十足 就算壞了,拿他在家裡放都值 這張Pulse 也有塊背板 上面有心電圖圖案的設計 全是Pulse 名字之餘還蠻英俊 還有這張卡的風勢有個快刷的設計 只要送一顆螺絲 再拔一拔就能拆出來 清潔都頗方便 我用了剛剛好500元買這張卡 同款卡都應該差不多這個價錢 現在說RX570有分4G和8G版 價錢上也有少許分別 我個人認為4G版已經很夠 不值得用多餘錢上8G版 當然如果你找到4G價錢的8G版 當然沒所謂 他看得之餘 都不是不能打 雖然他二手價普遍只是500多元 但一張千元全新顯示卡做到的東西 他都做到 他有著十分強勁的1080P遊戲表現 在低需求遊戲中完全不成問題 我這次就配上一顆R51600AF 一顆在現今算表現中中停替的CPU 和16G的雙通道RAM 去做個Benchmark測試 在CSGO中的Compass settings底下 蘋果FPS也有267 1%Lad有34 可見其實用這張卡要有144 不是問題 再說一下這把Hit的Valorant 在中華則設定底下 蘋果FPS有177 1%Lad有105 至於另外一隻熱門的Shooter Rainbow Six Siege 在Compass settings底下 FPS雖然只有139 1%Lad也有105 來144也有少許距離 不過都夠留場玩的 我又好奇地開一開GTA5這隻陳年的3A大作 出奇地在最高的畫質設定底下 他平均FPS也有137 1%Lad就是64 要知道GTA對A卡的最佳法已經不夠N卡好 我覺得這個結果已經算可以接受 在耗電方面 在我測試期間這張卡可以用上120多W的電 這裏講的是什麼settings都沒調過的情況 而且還會上到80多度 令到卡降噴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用MSI Afterburner做少少微調 降一降它的電壓 而我們可以見到在我將電壓降到0.99V之後 溫度和表現是有改善的 這裏看一看 每張卡可以穩定地降電壓的程度不同 所以建議大家過完做少少Unigene Heaven 3DMark這些穩定性測試 擴佈卡穩定 雖然它降了電也是比同級的N卡用得多電 不過其實官網也只是建議用450W火牛 而這個數通常都是餘大了 所以其實很多廠機的350-450W火牛已經夠用了 不過要留意的是 Rx570通常要一個6P或者8P的插頭供電 所以升級之前要看清火牛油門這些頭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Rx570出名多礦卡的一個型號 所以大家在買二手的Rx570之前 最好查清楚 關於什麼礦卡和如何避免買到礦卡 可以看看之前的影片 至於全新的Rx570我就不建議買 因為Rx570都已經停產 現在剩下的貨美彈都要1000元 不如買回最新一代的1650Super好過吧 總結一下 Rx570絕對是現金最抵玩的一張入門二手顯示卡 1000元都不用的價錢 就已經有比美全新入門顯示卡的表現 用在1080P打機入門就全都適合了 還可以便宜的用來升級舊電腦 不過要注意的是 溫度上不是最理想 而且是有礦卡的風險 所以如果有入手的打算 就先衡量一下 不過撇除這兩件 二手來講 10分入面我會給100分 因為性價比真的沒得彈 那這次這段影片就是這麼多 希望這段影片幫到大家 記得訂閱和CLS comment like share 按下小鈴鐺 你們對這段影片有什麼意見 無人歡迎在樓下留言 和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小鈴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